记住 当你做哪一件事情 使你很兴奋 使你感觉到很有价值的时候 那就是你这辈子的任务 你说没有啊 我做什么都不起家 只有吃饭最起家 可以啊 那这辈子就是做一种人 这种人叫什么 叫做饭桶加一架 那也可以 很多人就是饭桶加一架 他修这门课就叫饭桶加一架 然后他修得很高兴 他也回去了 人各有志 不需要勉强 不需要勉强 所以没有人有效别人的权利 没有 没有人有批判别人的权利 没有 都是自作自受 第二个你要知道怎么样去完成 前面叫做人生的目标 后面叫做方法 要找到一套方法 那你的目标能够达成 我这辈子的人生任务只有一个 就是要把中国人的道理 把它说清楚 让大家能够有一些反省 去走到自己的路 如此而已 我没有需要去做别的事情 所以也有很多企业 一直挖我要去当总经理 我统统不动心 因为那不是我要做的事情 时间只能用在一个地方 不能用在很多地方 这是时间的一个很特殊性 你今天来听课就只能来听课 你就没有办法去玩 你去玩你就不能来听课 你只能做选择 你无法同时做 无法 时间就是当你用在哪里的时候 你就没有弹性 你就没有应变性 这辈子来 该做的事情 你不做 你去做别的 当你要回去的时候 你就死不瞑目 眼睛这样大大的 又怎么用 一点用都没有 我们对过去的事情 不必后悔 后悔没有用 所以 第三个 知道怎么样做得更好 这个叫什么 这两个字非常非常重要 叫做改善 叫做改善 我们有目标 有方法 不断的改善 天天求进步 经还要求经 最后一定是圆满 完生 人生 只做三件事 回去花一些时间 把你根本问题先解决掉 冷静想一想 我 保证各位 想一阵子以后 你就能找到 你这辈子是干什么 你会找到 找到以后 去找一些方法 来完成你的任务 然后不断的想办法 改善改善 日心又心 日经又经 等到有一天 不管哪一天 不管在什么地方 其实说走就走 没有关系 有什么关系 不要挂念说 我的事情没有做完 你要记住 永远是不可能做完 你不做完 别人会做嘛 你急什么 然后心安理的 就回去了 老江人 要走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 我们都很清楚 我们改天 会另外找时间 来堂 死后是什么样子 你就一点都不怕 有什么怕 我们为什么怕死 怕死 就是不知道 死后会变成什么样 所以才怕 很清楚的时候 你就没什么好怕 我们今天很勉强很勉强 才说国家要富强 实际上国家要富强这句话 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努力的目标 不是 西方人才会要求国家要富强 中国人他要求的是国家要安足 安跟足比富跟强要好得多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我们是可以富强的时候 所以我们想富强没有关系 可是他风水是轮流转的 你等到那个朝代很衰弱的时候 你还追求富强富强 那根本就是加强大家痛苦的指数 所以该富强的时候 我们可以讲富强 但是要记住 这是很勉强的观念 我们安 就是说什么情况之下我都可以安 但是不见得人人要富都能富 你说我们五千年都很富 那人家怎么办 人家别的国家都不要活了 你富就表示有人不富 然后就开始要斗争了 就开始要 搞不好就打仗 你强那别人就一定要弱了 所以我们一个是足 一个是安 大家都安 你安我也安 所以我们为什么 孔子只讲安人 从来没有讲富强过 那强更是老子所反对的 那个风很强的时候 大概一阵子就不见了 就不见了 反而是那个木头长得很直的 很好的 很快就被砍掉了 富强是别人竞争的对象 别人打击的目标 对你有什么好处 我们招鬼很了不起 就是我们会 安居乐业 我们会知足禅乐 那你不管大环境怎么样 我要那就那 一切是控制在我 而不是控制在外面的环境 但是 我们今天讲富强也没有关系 我们必须要了解 国家是不是能够富强 是不是能够安康快乐 它有一个关键 这个关键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这个国家的国民 它的品格优或者略 你去看那些做生意的 如果它的品德好 它会越来越生意越发达 如果它的品德不好 它一阵子以后 它就没有了 你可以去看 一个国家也是这样 如果说老百姓品德修养很好 这个国家 它的富强 就可以维持久一点 如果这个国家 一开始有钱 就为富不仁 然后就不易之财 比什么都好 那这个国家富强 不会太久 所以 品非常重要 一切一切决定在品 大家有发现 我们历史故事那么多 什么东西都很多 只有一本三国演义 那是世代相传 为什么 三国演义就告诉你 武力不重要 国土不重要 什么都不重要 品最重要 你看刘备 刘备有什么了不起 他就是品 官公官公什么东西 就是品 曹操不得了 不得了 不稀奇 为什么 他没有品 这样各位就很知道 我们为什么要看三国演义 就是看那个品 你看品 这个字是三个口 大家讲的算 不是你自己讲的算 这很重要 大家都讲你好 你就是真的好 你自己说你自己好 人家 那个校家是冷冷的 你就知道 没有用 一个国家的国民 他的品格行为 是不是端正 要靠什么 靠家教 不是靠学校 不要要求老师太高 所以家庭教育 如果好 他所训练出来的 培养出来的国民 品格修养良好 不管经济发展也好 经济不发展也好 他都能够安住 这才是我们中华文化 所要求的东西 所以我们从小就要培养 子女爱国的情操 你看我们以前做妈妈的 经常会讲一些 爱国的故事给小孩听 不像现在 先读讲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小孩听 我觉得很奇怪 有时候还乱讲 还自己编一套故事 老实讲我们现在已经进步成为一个搞笑的社会 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爱搞笑的人 我今天讲的很严重 他是不得好死的 为什么 因为你看小丑出来的时候 他是脸上有记号 说我是小丑 所以小孩不会上当 小孩会看 这是小丑 我不会学他 可是你搞笑那些人 并没有告诉小孩 我是搞笑的 你一个正常的面孔 然后你能乱搞笑 小孩就以为说 生活本来就应该这样 他一生就毁掉了 你还会好死吗 你宁可做小丑 你不可以乱搞笑 但现在我们都在搞笑 这将来会把整个人类毁灭掉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原因 因为这没有什么 因为他很受欢迎 我也来搞笑 在舞台上搞笑 下台还在搞笑 到学术机关也搞笑 菜市场也搞笑 无所不搞笑 人类还能存在吗 所以我们老觉得 以前母亲好像很奇怪 老讲这些爱国故事 给小孩听干什么 他不知道这是关键 做人就是要正正经经 做人就是爱国爱民 我们唱歌 你看唱那种 很振奋人心的歌 不唱 唱那些搞半天 不想在干什么 我有时候在电台上 我一听到 一个小女孩子十几岁 那个主持人问他 你要看唱什么歌 他说要唱哪一首歌 主持人问他 你才十几岁 你唱这种歌 你妈妈同意吗 你看他小孩都听不懂 这是什么有家教 有什么家教 他整天爱啊 活啊死啊 那一辈子完了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 说预落节目 会不会害人 不要小看那种 搞笑的人 会不会害人 不要小看这些事情 你哪天被他害得死死的 你还不知道 我们在幼小的心灵当中 它是很纯洁的 你要激发他爱国的情操 你要激发他做震惊事情 做人是要有责任的 不是天天在那里混的 不是说自己乱开玩笑 别人又乱开玩笑 这样可以过日子的 但是我们现在几乎快完了 我们认为好像爱国爱乡 就是很落伍 那等到有一天 大家都不爱国不爱乡的时候 谁来救我们 我们要加强跟邻居的一些关系 老讲当国家很大的时候 你样样靠政府 这是不对的 你看上一次SARS来的时候 我们那个社区的能量 发挥出来 很快就把SARS镇压下去 这SARS是中国人 我们要邻屡守望相助 那你平常老不往来 你怎么去守望相助 现在的家庭子女不可能多 所以要常常跟邻居多往来 我们共同会一方心 把自己这个社区把它建设好 每个社区都建设好 家庭很愉快 国家很安定 自己的兄弟姐妹不多 你就要到社区里面去 你从学习当中成长 这样就对了 我们要知道 家庭跟国家民族 它是分不开的 所以我们从小就要培养这个子女 要在家里面分担一些家事 将来他到社区里面 他就会尽一份的责任 到了社会上 他就会做出一些贡献 你从小就养成他这种习惯 他将来就很 认为这是应该做的事情 他不会做什么 他们都觉得很苦恼 都觉得很累 他不会 人是这样子的 你认为你应该做的 你就不累了 你认为可以推卸的 可以躲避的 做的就是很累 一切都是自己心里的感觉 那你子女呢 既然是家庭力分子 那你就应该要分担家事 我们曾经介绍过说 最好每天有一个检讨的时间 那么现在我们也建议各位 最好每一个礼拜 或者每两个礼拜 或者甚至一个月都可以 你可以开一次家庭会议吧 你开家庭会议时候 那爸爸主持也可以 妈妈主持也可以 爸爸就先说了 我因为外面工作比较忙 所以家里事情 我分担的比较少 那妈妈太辛苦了 是不是多分配一份给我 那看看小孩怎么反应 小孩可以说 这些事情我会做 我就做就好了 那他就做了嘛 你让他自愿的 去领养这个工作 而不是强制去分配他 他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你要让子女感觉到说 做事情是一个无奈 是一个非做不可的负担 那他一辈子就很厌恶 做工作不太喜欢做工作 我看到很多家庭 他小孩做事情很乐意啊 你看有时候那个家庭请我去吃饭 我就发现这个家庭真了不起啊 我们吃完饭以后 小孩就抢到收碗 收筷子 另外一个人把麻布拿来插桌子 插得认真的很 我觉得这个教育非常成功 小孩没有把它当作一段负担 他认为这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呢 要不然事情谁做呢 然后他就把椅子啊 收拾排好啊 然后才去做功课 然后才去做功课 这样的家庭教养 将来他一辈子受益无穷 如果说大人一定要版年 一定要规定 那我觉得那就失去意义了 尤其我们现在有种很新潮的东西 就是用做买卖的方式 你给我洗碗 我给你两块钱 你给我扫地 我给你一块钱 我是非常不赞成这样的事情 因为这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将来有一天你会叫不动你的小孩 因为当他觉得这个代价太小的时候 他根本就不理会你 那你怎么办 家人 不能讲道理 家人不能有利害关系 不能 根本不可以有金钱的这种计算 你要给小孩零用钱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你不可以说用钱来买他的时间 那不可以 哪一天你生病了 他会认为你没有给我钱 我不用看你 那你会觉得你的心 是很不平 而且伤心到极点 他问你你给我多少钱 我来陪你一个晚上 甚至于他忙起来 你这个钱太少了 我今天不来 他一句话会把你伤心到头顶 就是说我不赚你这个钱 你就完了 是你自己造成的 金钱不能去买这个亲情 不能 亲情永远不是金钱所能够计算的 从小要培养正确的观念 我们要他分担加事 只是告诉他 你不能好吃难做 目的在不要好吃难做 不是说你分担多少责任 不是 养成他劳动的习惯 养成他喜欢工作 养成他跟其他人合作的习惯 这才是我们所要的 所以我们现在比较具体的 建议各位父母 你要培养三个基本的生活观念 你要养成四种基本的生活技能 然后你慢慢的 根据你小孩的年龄 逐渐的去加强他的内容 你的教育一定是成功的 那三个基本的生活观念 第一个好学 我们已经讲过 人生就是学习的过程 一个很喜欢学习的人 他一定是有前途的人 他的挫折感也是一时就没有的 根本没有什么忧郁症 有什么忧郁症 你不想学习 你就有挫折感 你就会忧郁 最后就越来越走上 无路可走的那种 很凄惨的局面去 好学 还要加上支持 一个人没有羞耻感 那就最糟糕了 一个人最可贵的 就是会害羞 我们现在都在训练小孩不害羞 尤其是女孩子 如果不害羞的话 你将来怎么去教她 你看小女孩看到人就很大方 好不好 我不晓得好不好 我的答案是应该大方的时候要大方 应该害羞的时候要害羞 怎么样培养你这个小女孩 有那种害羞啊 我这样大家会很喜欢 我们现在都不是 别人不敢做了我敢做 别人不敢讲了我敢讲 那个其实不是很好的方向 你看看两个小女孩 一个会害羞一个不会害羞 你比较欣赏哪一个 我不知道 一个人会害羞 他给人家的观感是不一样 你看我骂人就说不害羞 这不害羞是骂人的话 不是好话 我们好学 你就会不断的进步 我们支持 你就会觉得很多事情 你会检讨自己 你做一次以后 你下次自然会调整过来 这对自己多好 那第三个就是力求上进 不停的求上进 因为一个人不上进 他一定是往下堕落 他一定往下堕落 因为外面的隐诱太多 老实讲现在的小孩 比以前小孩更难 因为隐诱太多 我们小时候 我们生活是很单纯 没有太多的诱惑 叫我们去做坏事 没有 现在你看看 电动玩具 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活动 更妙的就是什么 还要去听歌 各位看看新闻 南韩最近举办一个大型的演唱会 踩死了多少人 哪一天你的小孩为了要去听歌 然后被人家活活踩死 你有什么感觉 听歌就在电视上听就好 你干嘛去挤那个人 还有为了买票 要排队 熬夜 那像爸爸死了 你都没有熬夜 为了买唱歌的票 就去熬夜 然后买不到还会哭 而且当了电视机哭 你丢父母的脸嘛你 这就是今天那年轻人 他完全没有羞耻心嘛 他为什么求死心 买不到买不到就算了 还省一点钱 哭啊 我不晓得他在干什么 其实没有家教 我们一个人好学 支持 求丧正 那他一辈子一定走上正道 现在不是 现在搞笑 然后捧歌星 什么追星族 什么哈汗 什么哈日 都不搞正经事 那有钱以后不更糟糕 那有饭吃以后 他什么正经事都不做了嘛 这是三个基本的生活观念 绝对不能放弃 没有什么时代变的 这个都不要了 没有这回事 我们有四个基本的生活技能 哪四个 一个整节 就是整齐跟清洁 你分开来 整整齐齐 然后一个人从小 要养成我的玩具 我把它整整齐齐 我要玩可以 我把它拿出来 玩完了我归回原位 又整理着整整齐齐 我的东西一定放在固定的位置 这样就对了嘛 然后清洁 不要搞得脏兮兮的 然后呢 你要合适 所谓合适 就是合乎我的年龄 合乎我的程度 合乎我们家庭的背景 不是说我要买最好的 或者人家有的 我一定要有 不是那种观念 人家有是人家的事 我们家没有就没有 什么了不起 你跟现在不是啊 人家有手机啊 我没有我就很丢脸 就是什么丢脸 我不会买一颗啊 哪怕去偷我也可以做的 我也不在乎啊 整齐 清洁 适合 交上安全 那还有什么 没有别的 书包整整齐齐 每天晚上 一定要把书包整理好 才先睡觉 不能一早起来就哭啊 我的书包差哪里啊 东早西早 搞得家里打乱啊 哪去学校丢三纳四的 那人家都看笑话 就是没有家教 小孩要睡觉之前 一定问他 你明天要做什么 你东西都准备好没有 放在哪里 早上一起来 顺手就拿了 也不会丢东西 没有啊 睡觉了 不管啊 别人起来 这个也找不到 那个也找不到 越急又找不到 哪就哭啊 你看一大早就天下大乱 那这家庭怎么会安宁呢 我们按照他的年龄 慢慢的加强他的内容 这个小孩子越长大 他就越能够适应 他生活的就越好 那父母就很心安 也没什么困难 只是现在我们认为 这些都过时了 这些都没有用了 现在我们要求小孩 你英文有个讲好 英文讲好干什么 就做外国人奴才而已嘛 你有什么了不起 你晚球要打好 晚球要打好 一个人也出头不了一个 其他全完了 那你把他拿去当赌注还得了 你看你做工程师 可以有几千个几万个工程师 你打晚球 全世界只能一个 你第二名就没有 那你把小孩逼到那种 竞争激烈的那种地方去 他好过吗 你好过吗 都不好过 我们要养成小孩子 良好的生活态度 生活习惯 像什么 勤劳 手分 这个是千古不变的东西 再加上有痕 谁会说他过时 勤劳 他就不会觉得事情 做起来很累 不会觉得老要把事情 推给别人 不会跟人家处不好 不会让将来的老板看不起 不会让同事 把他排挤掉 不会 那他就很有保障 一个勤劳的人 他一辈子都有保障 手分 你最起码不会被抓去关 你天天在那闹事 那迟早被关起来 这个是基本的一个生活态度 你看在家里面 一天到晚跟爸爸妈妈斗气 这个小孩 你说他聪明吗 我觉得很奇怪 他有什么聪明 只有天天挨打的份 我们勤劳要变成一种习惯 我们手分要变成一种习惯 我们持之有恒 也变成一种习惯 那有一句话 叫做习惯成自然 习惯以后 他就不觉得苦恼 他觉得本来就应该这样 他就觉得很好受 最好是什么 年纪小的时候 从小事情 你就养成他这个习惯 比如说做功课 一定要把它从头到尾做完 不能做一半就不想做 那就没有有恒的习惯 擦桌子 一定要从头到尾擦完了 再检查一遍 什么地方擦不好 再擦一次 这个习惯你从小养成他 喝东西告诉他 你喝多少 你拿多少 这样你就有自由 你拿一大堆 你喝不完 就是浪费 那就不行 那小孩每次拿一点 觉得好 还要问父母 我可以不可以再喝一点 不能说我打开冰箱 我就拿了 怎么可以这样 现在小孩都是 打开冰箱 我就拿了 那最后害谁 害自己 小孩是没有办法节制的 他喜欢他一定是过量 他高兴他一定是过分的 最后身体不好 是父母要倒霉的 你跟小孩为什么会偏食 就是母亲的一句话 你喜欢吃这个吗 他就知道我可以选择 所以很多人 老不清楚 他小孩怎么会偏食 就是妈妈一句话 他就偏食了 你凭什么去问你小孩 你喜欢吗 你凭什么吗 你有这个权利吗 你这样像个妈妈吗 我今天看到很多妈妈都这样 你喜欢吃这个吗 你就告诉他你可以偏食 几乎所有小孩的坏习惯都是妈妈养成的 当然爸爸没有在场 所以我不是说因为我是男的 我就跟爸爸爸爸 爸爸当然也要负责任 因为你看到妈妈这样 你还在旁边不讲话 你也是不关心 我们对年龄不同的 要采取不同的要求 这个才是做父母应该尽的责任 没有 大的小的一样看待 那你算什么因财失教 小孩有小孩的一套 大的小孩有大小孩一套 这样子分段的去调整 这就是父母很用心 我们讲到这里就要提醒所有的父母 父母是不容易当的 哪怕你讲一句话 哪怕你做一个动作 后面都是受到很大的影响 因为小孩都很聪明 而且学好的很难 学坏的很容易 你看爸爸一抽烟 小孩就开始 他去当爸爸没有看到的时候 也去点一支烟抽抽干 那你怪谁 然后呼棚教友 在家里打麻将 然后大声小声的 那你小孩将来都是这样的 你没有意思要教他 但是他无意中学习到了 记住小孩子很聪明的 他随时在学习 而且他吸收力很强 你一教了 他养成习惯 你要改非常困难 所以做父母要慎重 谁叫你要生小孩 对 圣死很重要 其实不难 因为就是这么个三五年的辛苦 六岁以后他养成很好的习惯以后 你就慢慢可以放松一点 你连这个三五年 你都不能够坚持下来 那这个做父母的 是在讲 还是有点 不够用心